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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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而获取战场的信息权 美军第一次动用C4ISR作战指挥系统是在1991年的海外战争 那次战争美军方面通过C4ISR系统将目标信息直接传递给了攻击机队 后者呢 在预警机的指挥下 直接对传回的坐标进行了精准轰盖 不仅如此 指挥中心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及时获取战争信息 并且通过信息终端 临时向前线军队发布攻击命令 毫不夸张的说 C4ISR作战指挥系统如果不间断的升级 那么在精准的指挥上可以实现以单兵为作战单位 伊拉克被动挨打在与其无法威胁美军的C4ISR系统 但中国不一样 强大的反卫星能力和电子战能力 使得中国有能力干扰甚至摧毁美军的C4ISR系统 让美军先进的战机战舰变成无头长颖 只能是各自为战 最终被各个击破 好 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老约定 评论区等你的观点 感谢收看本期历人说开讲 关注我 我是马燕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